每台车装备加成只有一个位有加成 对只有一个就是第一个 但是你装上去还是可以改哦 它可以改加改到变到一号 或者是三号 没有差 可以改 所以你就算已经 比如说你一台车已经装两个装备 比如说像像现在帽子有没有 帽子他他现在重坦类型的车子 他这些这三个啊都变得很有很有用 我觉得这三个都变得很有用 第一个这个效果是增加修理速度 但要加耐久但要加油箱引擎的耐久性增加 降低减火失火机率 然后跟受损的时候机动力变得不会差这么多 然后这个是增加履带增加血量 履带是增加他的耐久性 然后维修速度负重门力 这个也蛮有效的 就是比如说像是E3或T95这种车子 用这种东西就可以 让你的维修速度 履带维修速度变快 然后这个是全部的维修都会变快 这两个各有好处 然后这个还有增加就是灭火的 降低灭火几率跟增加弹药价的血量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超重型内衬也有加成 就是它会降低额外震荡的持续时间 然后也会增加成员的血量 然后挡HE伤害也会增加 这个我觉得对MOS这些车来说都应该都算很有用 对重盘来扛线 这三个我觉得都可以使用 然后TD的话最需要就是这一个 改良型回转机制 这个是所有的TD都最好用的东西 比如说像G15 我应该也会把快瞄 这个转过来换到这里 然后快瞄换成这个 这个 改良型回转机制 这个改良型回转机制是 增加炮管的回转速度 然后车辆回转速度 跟降低车辆回转 跟炮管回转的时候的扩散 但是开火后的扩散是没有增加的 也就是说 你TD如果假设没有办法装锤纹对不对 这个是最适合的选择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TD扩散都很大 你的炮管在转动 或者是车身在转动的时候 扩散会影响到你瞄准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它会降低扩散 让你有更好的几率瞄准 但是这个不适合给弹夹车使用 因为你弹夹车它会有一个扩散 因为扩散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你车辆的移动 然后跟炮管的旋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 那叫什么 开火后的火控 开火后你的扩散也会增加 那这个它变得没有增加在 你第二发装填 弹夹车第二发装填的时候的扩散 它没有增加到 然后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这个东西是 减7%瞄准圈大小 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增加精度 它可以增加你的精确度 就是有一些车子可能 本来不是这么准的 但是装了这个之后可以变得比较准 这个的意思是这样 这三个就是通常TD会使用的道具 这三个就是通常TD会使用的道具 它现在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第一格这个加成的效果 就是会比较接近 就是你一般的装备装上去之后 性能会比较接近战薰装备 或者是接近紫色装备 它最大的效用就是这个 会比较接近就是红色或者是紫色装备 但是其实呢 其实呢 红色的装备跟紫色的装备还是比较好的 怎么说 比如说像是有些车子他们可能可以装 像1100它可以装风扇 风扇它一般的状态下 就是你使用一般的风扇 它是加 现在改成加6%的所有的成员技能 也就是说你的 不管是你的车子的控制 炮管的精确度 瞄准时间 还有装填时间 视野 隐蔽 都会因为这个风扇的增加效果 但是红色的战薰装备 它现在是加到7.5% 比一般的装备多了1.5% 但是紫色的 紫色的风扇呢 又比红色的风扇又多了1.5% 又多了1.5% 总共变成是8.5的差异性 所以 如果假设你有 你的这台车子你是要给它装 红装或纸装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这么在意说 那一台车子身上要装什么 因为 红色的跟紫色的效益 绝对是大于 一般装备装在正确位上面 一般会装在正确位上面 所以你如果是那台车子要装 红装跟纸装 你可以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完全不考虑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 重坦中坦轻坦 TD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轻坦的改变 轻坦它这次多了两个道具 算是有很大的效用 我觉得有两个有很大的效用 有两个 第一个是 车掌视觉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是改良型通讯设备 这两个差异最大 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不用考虑 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不用考虑 伪装网 你轻坦完全不需要 因为你的轻坦躲在槽里面 基本上银壁值绝对是50米才会强量的 除非你没有正确躲在槽里面 所以伪装网跟这个 降低排气系统 这两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但是这两个效果就不一样 这一个改良型通讯设备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台车子被点亮的时候 是要10秒钟之后消光 你离开对方的视野之后 10秒内会消光 但是你使用了这个道具之后呢 敌方的车子会变成12秒之后消光 这个东西可以配置一个道具来使用 就是 比如说我的EBR目前就是这样子配 比如说你就是可以配置说 我使用了这个通讯装备对不对 然后我再搭配了一个技能叫做 全神灌注 它的这个成员技能里面有一个就是 在炮手的技能里面有一个叫 锁定目标 锁定目标跟全神灌注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它以前没有这个效用 但是它现在这一次把它改成就是有这个功能在 你如果使用了这个锁定目标之后呢 就是当你点亮对方之后它会加两秒的时间 会加两秒的时间 再搭配 呃 技能书 这叫什么 技术指南 全神灌注之后它又再增加两秒 然后再搭配了这个通讯设备 再加两秒 所以总共的时间会变成 16秒之后才会消光 这个对一些 很 常在计算里消光的玩家会有一些 时候会发现一些失误 比如说 它很安全的算说它的消光时间是 呃 12秒 它都算12秒之后会探头 但是因为 我的 侦察会导致它16秒之后才消光 它会有4秒的误差时间 让它不清楚它的消光时间点 它会探头 探头的时候它不知道它其实是被晾着的 那个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吃下致命的一发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 它会写的 加6秒 可持续见到敌人的时间 这里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 这个这个效用也会增加的 就是比如说你的自走炮 更多的时间可以瞄准你的 敌人 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瞄准你敌人 那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装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自己的消光时间会减2秒 你原本是10秒消光 现在就变8秒消光 然后另外一个配法就是说 还有配这一个就是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看使用 车狼视觉系统 车长视觉系统是指说 它会把敌人如果藏在草里面的时候 它会降低20%的 20%的隐蔽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它会减12.5%的 移动中的车辆的隐蔽性 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车子呢 比较容易发现 比较容易发现敌人躲在草里面 或者是在移动过程中 都会比较容易可以看到对方 这两个是算是我觉得这次轻毯比较有用的道具 这两个 这一次轻毯比较有用的道具大概是这两个 其他的话我觉得其实 可用可不用 其他的我觉得真的是可用可不用 像这个增加速度的这个道具 这台车没有 有其他的车子会有一些道具是增加它的机动性的 这个涡轮增压器 我觉得这个效用太低了 效用太低 因为只加4公里太少了 你只加4公里真的太少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功能 然后我们 我们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就是 这次紫色装备也有多出一个新的装备 它紫色装备多了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就是 呃 生存能力这边有加一个这个 就是避免油箱起火弹药架爆炸的这个 然后还有增加修理速度的 它多了一个紫色的装备就这个 多了紫色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没有差 没有差 因为你看它写加45%修理速度 加150% 弹药架油箱引擎耐久性 然后减65% 因为其 呃因为配件受损时的装填 速度装填跟引擎功率上失的 减65% 然后还有降低 其我其65% 但是我觉得 没有差耶 你看它 如果假设你把这个 这个装备放在正确位上面之后啊 它们两个差异只差在修理速度差10%而已 但是一般你通常只有重坦会使用这种配置嘛 那你重坦在配这种配置的时候 你重坦大概都是修理满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不需要买到紫色的 就用一般版的就可以了 使用在一般版 然后放在第一个 这个正确位置上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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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像是E-Mouse 你要配 内衬 放在正确位上面 然后第二个技能 就要放这个 修改车辆配置的时候 但是你因为你如果假设你这个 修改车辆配置没有放在正确位上面的时候 它两个效能其实差蛮多的 这个时候你才会考虑说 要花3000债券去买一个 紫色的修改车辆配置放在第二格上面 大概只有这种时刻会使用到这种方式 不然的话我认为这个 可以用一般版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装这个它有增加油箱的耐久性啊 你装了这个之后是增加油箱的耐久性 又增加了引擎耐久性 比如说原本你的油箱跟引擎的血量是100 它会增加150%欸是1.5倍 所以你的血量就会 你的你的油箱跟你的油箱跟油箱跟那个叫什么 油箱跟油箱跟引擎的血量就会变成是250 算合并的油箱跟引擎是合并的吗不一样啊不一样 哦你是说这个子你是指说这个加150%是油箱弹药架引擎 各加总和加150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150%是指说弹药架引擎油箱三个加起来加多加150% 这个没有办法得正欸 这个我没有办法知道是 是合并的还是单一配的 我没有我没有办法知道因为 它血量没有没有看到 哦再回修理箱那个 这是我这一次就是我下午有先研究一下这一次的配件 然后我大概先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东西大概是这几个 TD的话就是这个改良行徽转机制 TD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 轻坦的这两个 轻坦不在这里 轻坦的这两个 通讯设备跟车长视觉系统这两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 这两个都可以使用看看 你们可以自己试着看看 那中坦的话我是觉得 因为中坦毕竟还是以打伤害为主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坦大概你配置跑不掉 大概就是风扇垂温快点 你除非你把风扇可以拆掉 你如果假设你想要配有视野的话 那就是风扇拆掉换 镀膜大概也是这样配 我觉得中坦的差异应该是最小 中坦的差异应该是最小 我个人会觉得中坦还是应该就是要配 不是风扇垂温快点 就是镀膜垂温快点 大概是这样配 你们要试试看吗 我开Mouse 然后你们用183打我屁股看看 看会发...